第31题 31到33是题组 阅读且分析表中数据后回答31到33题 题目上说 如下表是由光由空气中射入甲乙丙丁四种介质中 入色角和折角的比较表 他要我们回答问题 第31题是问说 请由此表判断 在甲乙丙丁四种介质中光束的大小次序为何 我们晓得根据折色定律 入色角跟折色角比较大的代表光束比较快 那折色角折色角比较小的代表光束比较慢 现在上面的入色角通通都是一样都是30度 那我们就看看折色角的大小 我们发现呢 这个折色角最大 那么所以呢 它的光束应该最快 所以丙的光束会最快 其次呢是我们的甲的20度 再来呢是乙的15度 最后是呢是丁的10度 所以呢我们的光束快慢呢 应该是丙大于甲大于乙大于丁 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 请由此表判断 在甲乙丙丁四种介质的光束大小顺序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书 丙大于甲大于乙大于丁 来吧 谢谢大家